Kings Coming 發明了一個 暫聲的多次聖詩的朋友 今天很歡迎請 Peter 和 Heidi 和我們做個分享 請 Peter 大家好 歡迎各位朋友 今天 幸好 今天是五月份 是一個頗重要的日子 五月一日 勞動至中國五四運動 所謂 德先生 蔡先生 Demontes 和Science Science就是 創新發明的一個原動力 五月五日 工業總會的五十五周年 派了五千五百個彈攤出去 實在不止 派了七千五百個彈攤出去 希望工業總會 能夠將七千五百個 國內造開工業生產的人 回到香港 香港工業總會有工業 香港工業總會有工業 五月七日 今天是英國大選 我也要發佈 我這個 生產的開始 五月是May 有一句說話 We may do everything successfully 希望將會成功的日子 好 我要開始說話 第一 在工程中很小的公司 King's Company 我只有三個人 我自己 Peter Jill 我太太Ivy 她是設計師 還有我女兒Anita 她是我的私人秘書 設計呢 為何會發明一個油輪出來呢 其實油輪呢 油七是很重要的東西 我相信油七在建築界裡面 亦是一個好用人力資源 以及一個好好的工藝 實際油七沒有東西 只是一個數 幾十年前 我們油七游來游來游去 游去游去游去 如果再講到沒有數之前 你見到有些人做些花園圍欄 是用那塊爛布 用威絲 戴在手套 染了一些東西來摺 是很有效的 從油七數開始之後 十幾二十年前 開始有油輪 就是這個 油輪很好用 很簡單 售價是五十元到一百元 用完積氣 油輪出現 就已經在油七行業裡面 一個很大的拔貨 快要活動 但油輪和油數有什麼缺點呢 它的缺點就是 在田野的時候很浪費 滴漏 有二次污染 實際油七很貴 我們看看 有些油七公司的油七 原來的雨膠七的油七 圍到每一粒 一百元到二百元一粒 實際我們從一整整 十尺乘十七 是要用一粒到兩粒進去 如果我的浪費是十個百分之二十個百分之二 大隻不匪 由油數開始變成油輪之後 一直我想到 如何能夠有油輪的便利 又沒有它的缺點呢 有一個很偶然的機會 亦都做過一定的研發 於是很幸運 找到它叫做自動油輪 這個畫自動油輪 實際並不自動 所謂自動就是勞動者 自己的體力去做 有了這個概念之後 於是就畫圖 麻煩我太太開了很多問通宵 畫了一些圖出來 又3D又成這樣 那就要成功了 所謂成功之後 就去找律師 一找 我就去Marks and Clarks 找了一個叫Michael Flayne 我叫他做Michael Flayne 一個很聰明的人 我用我的中文加英文 跟他講點我這個是什麼 他很聰明地想到之後 他說一個月之後告訴你 一個月之後 Michael Flayne跟我說 他說 Peter 你這件事 原來全世界有很多的 不過我和你慢慢解釋 原來Michael Flayne跟我說 在美國已經有了 自動油輪 這一個 美國叫做 Internal Fit Painting Device With Constant Force Drive Mechanism 拿了專利 拿了專利的時間 他在2013年 他的油藏在這裡 一按按鈕 那些油藏在這裡 就出來了 四尺長 兩隻手去做 他除了他還有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又是美國拿了專利 在2011年拿了 他就叫做 Powered Internal Fit Roller 是用電動的 一按按鈕 出來 那我 那不行 我就拿不到專利 你很幸運 他說你這個 現在國內也有一個相似 又是在美國專利去做的 又是四尺長 在這裡按鈕 那些油在這裡轉一輪 就出來了 好了 但這幾個有什麼 存在的缺點呢 因為它 複雜 有十個八個接駁點 還有它清洗不容易 如果油原紅油 你轉六油金 它做不到 還有它要學習 要學習 用一個鐘頭 要安裝 要拆 所以 它說這些在中國 不是太流行 我們這個 就叫做 土法相馬 那拿它就好了 跟我拿了 就說 登記了專利 在香港 中國大陸登記了 如果你要在美國 或者全世界 可以商量登記 我於是 就要用這件事 去解釋 為什麼我要做這個油錄 我這個油錄 這些圖就是 我太太畫的 就是 我整個 300cc的燃料 就存在這裡 只要它這個 stopper在這裡 就永遠不會流出來 只要我一拉高 一拉高 之後 油就會在這裡 導入路心 它會經過兩個程序 一個就是 它那些油流出來的時候 經過一排無產 再經這個油錄 那這個關係是什麼呢 就是 你不會拉過槍的時候 油不會出 一拉完之後 貼著那條動作的時候 就很快地 貼著那條動作 十隻乘十 一整一連繫 大約十五分鐘就可以完成 至於你說 油得漂亮不漂亮 就決定於每一個 油漆師傅的手藝 你會用這個油錄的 你就會用這個 沒有東西可以改變 我只是保證 三百CC的液體 是圓圓不絕供應給你 用完再進油 如果你油一萬呎的空間 你四五個師傅 買十支掛在那裡 找個女工入 一路進去 那些師傅就 一一油完就放下 一一油完就放下 效率可以很快 那我就說 我這個 鎖塊這個鎖 就是很容易鎖住 它應該有的位置 這個設計這麼簡單 為何拿到專利呢 我叫做米高菲隆 他說可以的 因為你引用了幾個理論 就是什麼理論呢 就是 你裡面藏這個油 叫做 non-pressurized preservia 是無壓力的載體在那裡 第二個理論 就是一個physical contact 這三樣東西 液體、空母和油錄 是一個緊密的領域 他說第三 你引用了個個個都不知道 你自己才知道的 就是gavitian forces 就是地心引擎 所以 再加上一個無細管作用 所以這個是很完美的組合 但是一個很簡單的組合 就因為它完美和簡單 那就有相機了 也就是說 我這個油錄 平時一個油漆工人 我估一個油漆用 50-100元 他每天或者兩天 他要丟一個油漆 因為油漆為什麼不 當他用了一段時間 他會收縮 油漆工人 就丟了 50-100元 好像很貴 我這個油漆工人更不貴 一千元就請不到人 沒有人肯入河 沒有人肯入河 很髒 我這個油漆有一個好處 因為他不滴漏 女生也可以用到 第二 他這個油漆的心 是可以替換的 一個可以替換到四次左右 我這個心也要丟 如果他不去我沒有錢 這也是棄置品 如果一個油漆工人 如果一個禮拜棄置兩個油漆 每一個油漆宿領工人 一年棄置了100個油漆 這是消耗品 但因為它的效率問題 我跟人說 這是一個建築界的好幫手 它可以提升效率30% 它可以折省油漆20% 它不滴漏 因為不滴漏 第三 它沒有二次污染 現在我們有一個麻煩 就是 到了通地也是 通地也是 除了你抹掉它之後 你用東西去洗 或者其他 你呢 有二次污染 二次污染的費用 比你整污造地下更貴 而且在環保立場來說 這是一個多元量的第二次污染 就是 在我們設計的立場來說 我自己有一個金具 是我讀書時 我先生跟我說的 他說設計是無限的空間 他說任何的生產工具 都是人類身體器官的衍生 任何的製造業都是原材再加工的 沒有秘密的 所以我們因爲我們 加不到一個炭 就發明一個鉗的鉗 我們想事不行 就發明電腦 如果所有的人說 隔行與隔山 在我的家就不是 只要你能夠把你的思想開放了 這是一個很好的想法 以及以我自己經歷過 在創新和發明的路上 很多人都想到很複雜的事 由轉彎 落一百萬 落一千萬 做很多事 實在設計和創新 有一個概念 就是以我自己經歷過 只要你站在原有 產品的古道上 只要你舉目四望 有很多陽長小境 陽長小境 有很多禽花二祖 只要你想一想 你就應該會有一個創新的理由 走出來 所以我們就是香港 地小人多 我想我們在創新的過年 不應該太密集 在一些太熱門的行動 應該是靈癖途徑 我們是條路才能夠延悔 為何我做完之後 我要去做專利登記 就是因為 在專利登記的立場來說 又用聖經一個介入 人不可以透視 Bow shall not still 不要偷東西 如果我不去做專利登記 為何入了中國大陸 或者任何地方 迅速就會被人抄襲 所以我們現在 亦都在這次的情況下 我這個產品集合之後 我公開地希望 徵求全世界任何地方的代理 包括香港、澳門、美加澳紐、 新加坡、韓國、日本、台灣 只要你們說要預約做代理 我便預約提供 我這是一個很便宜的生產成本 亦是一個很便宜的售價 但我相信能夠發揮效果是很大的 我曾經說 我曾經說 我曾經說效率快速是30 有幾個造型出現 我問Finterest不是 他說我一整理 我要用一個小時 有個人跟我說 我用45分鐘 第三個人說 我用30分鐘 如果用你這三個條例去說 我覺得效率會變得更厲害 就不是30% 而是100%,200%,300% 如果在很多工作中 像那三個師傅同學 游一整夜需要用一個小時 或者四十五分鐘 或者三十分鐘 這個小小的游輪可能是在建築界 或者游車界中 走了少少一步 但進步了一個很大的進步 所以我用這個名字 用香港智慧的概念 希望香港的產品能夠衝出香港 走向全世界 如果將來全世界都在買這個游輪的話 那就是香港的成人 多謝各位 傳出去給你們看看 一磅重 現在這把手帆 將來應該再輕 約15至20個角色 這個以我暫時估計 是一個棄節的產品 不過它可以替換三至四次的提升 我當你想這個產品 最重要是它的效率 如果我們一千元一天的薪金 如果省三十個製薪 就省三百元 省了二十個製薪 就省了二百元 一天可以賣幾個油都可以 好 多謝給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有問題 想問一下 Beta 或者想多一點 可以油 可以隨便出一百元 你進入了油之後 會不會很重呢 不會 總數一磅重 要入一磅重 一磅重 四百克左右 實際上你會用普通油溝 就會用它 是沒有語註 是沒有learning curve 不需要學習的 如果你不懂這個油溝 我幫不了你 你懂得用就可以了 Beta 看了那麼多 我想大家都有興趣想知道 你這個油溝和一般油溝在造價方面有多大距離 如果一個普通油溝 零售價五十到一百元 我這個油溝 零售價兩百元 即是在你的木工成本就可以抵消了 不僅 賺很多錢 如果一千元一天 會快三十個百元 就是三百元一天 省燃料 省二百元 用這個油溝 一天省五百元 是省五百元 那是你準備的零售價錢 有概念 不過就是個別談 如果你要說 我要香港澳門代理 我要美國澳洲的逐國談 因為如果你要去美國做代理 我去課之前 我要叫我的律師 要在美國製作登記 這是費用不便宜的 在美國製作專利登記 要一萬元就這樣 所以我要看出口多少 你給我買一百隻 我不可以製作 不知道有甚麼問題 由天花行不行 天花行不行 我第二個產品可以推出 是長壁的 原理一樣 由天花 除了之外 會有同一個概念 因為一個概念出了 那個專利出了 我會有大約六到十個洋版會出來 有大一點 有小一點 我需要原理 但我原理也是一個原理 剛才你提到 配件四次都會棄置 有碌我們可以理解會棄置 為何配件都要棄置 如果這麼長壽 會找到食物 電視播會找到食物 如果我要做一個可以用一年 我可能要買簽 我會買簽 但亦有個理由 是取緣 你以為他應該要做事做完 就要退緣 實在現在的講法 有沒有其他問題 如果換了另一種油 是否要清洗 清洗 它給所有都容易 理論上 因為它是四次遊碌 就叫做完成任務 如果以普通的乳膠漆來說 你便除了油碌 你浸到水裡 拋乾淨它 它有一個膠瓶而已 你拋乾淨它而已 所以為何我們也要考慮到 它是要換了四次 深之日 或者我拉窗 拉五千次到六千次 它要失效 它要失效 其他問題 阿Sir 如果不是水性七 水性七容易搞 但油性七的那些 例如落天拿水 那些還可以 你怎樣處理油碌 就怎樣處理它 沒有任何分別 我實在沒有改變任何東西 油碌變成一個油碌 但它多了一個功能 就是可以300cc的油 源源不絕通液 而且在這個產品裏 我們都知道 近年來看到 在德國 歐洲 已經強調第四次公益的發明 公益革命4.0 我要和各位說說 公益革命4.0 是歐洲發起的 我相信未來十年至二十年 全世界公益革命都看著這方面 公益革命第一次是水和蒸氣 公益革命第二次是大量的電力 公益革命第三次是電子 現在公益革命第四次 它的名字應該叫做 智慧 用智慧叫做智慧整合 智慧整合 智慧叫做智慧 即是人工智慧 不是 它也是全智慧 智慧是智慧整合的 叫做 感應系統 英文叫做 Cyber Physical System 這個Cyber Physical System 有兩個理論在後面 其中第一個理論就是叫做 GPS 就是Cyber Physical System 就是其中一個理論 第二個理論就是IoT IoT就是 Internet of Things 就是物聯網 是物件的聯網 在這兩個理論下面 實在我們以後就會打兩件 無聯網 綠色能源 個體創作 和全球生產化 實際我這個油鹿 真的很綠色能源 根本是沒有能源 就是工作者自己的動力 所謂叫做Diabetician Forces 就是自己勞動者的能力 去一個個體創作 我希望產品自己 是會適應市場需要 如果市場需要的話 我希望這個產品能夠流行 但如果我有什麼權力 或者做得不好 就希望各位能夠 給我多點意見 我會開心去改善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分享 接下來是加勒的環節 我們在會議室的後方 準備了茶樓水給大家 在這個時間 大家可以互相去認識一下 或者跟趙先生 或者跟Ivy 交流下一個產黨 或者給予意見他們 另外都可以認識一下 公眾人會員 多謝各位 前一一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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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